哈喽朋友们,我好像遇到了骗子 就在昨天晚上,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一个外国人 关注了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发自信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信的对话列表 这是昨天他关注的 然后给我打了个招呼 说他的名字叫大卫布鲁斯 看了我的微信公众号吧 可能是,然后对我有兴趣 然后我回复的就是谢谢感谢肯定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告诉我 他的名字是大卫布鲁斯 是英国人 然后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 我告诉他是中国人 他告诉我计划来中国 但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了 可能没有来吧 然后我说了 欢迎欢迎做好疫苗接种防疫隔离 我当时还不太确定 他是已经来了 还是将来中国 然后我说你可以说英文的 然后他回复我说 很抱歉 回复你晚了 当时在医院 需要注意 我还在工作 我会在两个小时候完成 但是我们可以谈谈吗 还在吗 当时我在上夜班 然后后来下了班之后 看到他的回复 他说他在去年 冠状病毒爆发之前 有计划来中国 他之前没有来过中国 但是一旦完成在古巴的工作 就会来中国 通通过他的这个说话 我感觉 像是在用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 知道 我说英语 你懂英语吗 然后我告诉他 你可以讲英语 我会说很少的英语 我可以用谷歌翻译 然后这是下班之后 给他发的消息 我上完夜班 然后让他加我的微信 然后他把他的微信 ID发给我了 让我加呢 然后之后我就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微信里边聊的 这是添加完微信之后的聊天记录 然后说了再次欢迎您 然后问我叫什么名字 怎么称呼 然后告诉他我的名字 蔡宇 然后之后是很高兴认识你 我爱中国人 我打算在中国度过一生 然后我说可以可以 欢迎欢迎 这句话我没有 有了 有了你我才知道 国家的一切 其实我是守法公民 你上夜班做什么工作 其实这句话 有了你这句话 我是没有看明白 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我做什么工作呢 我告诉他在富士康上班 苹果手机代工厂 然后他觉得很牛逼的样子 然后回落了个憋脚的yes 然后简单的聊了聊 他问我是男是女 然后我告诉他 然后我告诉他是不爱 我在吃早饭 当时在吃早饭 然后他夸赞了一下 nice it's good to eat break fast every morning 每天吃早饭有好处 然后又问了一下我的年龄 然后我问他是不是医生 他告诉我是是外科医生 我说就此富上很违大 我打算在中国度过一生 我说可以啊 很好的想法 为什么想在中国定居 这句话 之后这句话 我叹了口气 用一切挽救生命 所以我非常努力和小心的工作 也确保我给我的病人最好的 然后我感觉这句话 他应该是用翻译软件翻译过来的 然后说很好 我又问他为什么他回答 中国很安全 在技术方面非常发展 非常非常迅速 是任何投资者投资的好地方 然后又告诉我 他想在中国建一家慈善基金会医院 问我 问这有没有就是医院 我说有啊 很多医院 他有点不敢相信 我说不敢相信 说我是一个52岁的男人 即将退休 但是我没有任何投资 所以我想在退休之前 投资任何有利可图的项目 然后是啊 我告诉他有很多医院 然后中国地方很大 有些落后的地方医院会少一些 可以在中国投资 50万元人民币建一所希望小学 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 他听了觉得这个项目很有趣 想投资 然后我把知乎的知乎上的如何捐赠一所希望小学的回答发给他了 然后我说有钱就可以了 然后他想建一个希望小学 问我如何开始 我直接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那个捐款页面的地址发给他了 告诉他直接捐款就可以了 会有人联系你 5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建造一所 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 他问我 你将如何收到资金 我告诉他 我不受资金 我告诉他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直接打款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他告诉我不只是给你钱是为了项目 他问我有微信去了吗 然后我当时有点疑惑 他到底是为了 就是热心于公益事业 还是希望建造一所希望小学 还是赚钱的 他告诉我是想再投资赚钱 然后是这个 我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 没有学校群 他告诉我没办法打电话 他在部队医院 然后我说你可以下班以后联系他们 我这时候当时就是很疑惑 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 是真的外国人还是一个骗子 然后之后就是 如果我当时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套路 然后说如果你信任我可以打款给我 我帮你捐款 他告诉我他只想投资一些将来能赚钱的东西 我告诉我抱歉不懂投资 你可以去问问马云或者股神巴菲特 他问我这些钱换成美元是多少 我告诉他10万美元 这个他说你能收到什么公司的钱吗 我这个是通过运输过程 我没明白这个什么意思 我直接告诉他 你可以直接微信转账给我 都可以 他告诉我 这里不像你的国家 我们在这里不把钱放在微信上 因为他没有意义 我这里有105万美元 他属于我的一个 在他死之前死于冠状病毒的病人 他要求我把钱捐给孤儿院 因为我的工作 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会把钱全部寄给你 这样你就可以捐给学校了 可以吗 Shipping Company 航运公司 所以他这句话 我直接翻译 微信翻译是 你知道如何航运公司 可以直接把钱送到你家门口吗 我告诉他 抱歉 不懂转账 你知道如何将钱 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到运输公司吗 我想通过航运公司给你寄钱 看不懂吗 我告诉他 中国的运输公司不支持直接邮寄Money 你可以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 然后这个时候 他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联系我的银行 以便我知道 您将如何收到款项 我告诉他 好的 然后他发给我了一个银行 银行名称 当坦德银行 银行地址 是没看懂 然后电子邮件 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地址联系银行 这样钱就会转给你的 我告诉他 好的 一旦你联系我的银行 就让我知道 我当时有点 已经感觉这家伙绝对是骗子 然后我开始开始 看到底有什么套路 然后捐款学校 我说联系你不就可以了吗 你直接给我转账就行了 我说你是不是傻 然后他他问我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很聪明 他可能可能可能 可能察觉出来了 发了段英文说 看起来你对这个生意不感兴趣 我告诉他 这不是生意 这是公益事业 心爱心 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 什么都没变 你不乐意和我合作吗 我说愿意合作 然后告诉我一切 取决于你 然后打款到指定 我说打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捐款了 很简单的 然后这时候他说 用我提供的银行 邮箱联系我的银行 你只用负账打款就可以了 然后他告诉我 说要 让我照他说的做 然后他告诉我 这个这个骗子告诉我 他已经告诉银行 把钱转给你了 这是下午的时候 也就是晚上我睡完觉 夜晚白天我要睡觉 然后晚上睡醒之后 然后跟他聊了几句 就是在刚刚吧 微信告诉我 微信在古派的工作方式不同 有什么不同 祝你早安 愿你买出的每一步 都充满幸福与爱和平和和平 这个时候我直接就问他 你是骗子吗 我告诉他 为了骗子吗 为了证明你不是骗子 你是不是骗子 请给我发个红包给我 让我打笑对你的不信任 然后他问我什么是红包 我微信截图了 给他圈出来 而微信转账也可以 一百两百都可以 一百两百都可以 然后他告诉我 我的朋友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不是骗子 好吧 我告诉他 为了证明你的诚意 请给我转账 你想偷我东西吗 是的 偷你什么 给我去聊 什么去聊 在那里我可以见到你们的中国人 我说我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 你见中国人干什么 他告诉我 想来中国生活 我说买机票啊 买机票就可以来了 你可以联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航空公司就可以来中国了 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套路 这是骗子吗 我咋感觉 我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这是什么套路